为了持续提升首都旅游景区的服务质量 近日,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宣布 除故宫、国博等旅游景区和对外开放单位外 北京全市旅游景区已全面取消预约要求 消息一发布,立刻引发网友广泛关注 大多数游客认为,取消预约不仅简化了参观流程 还提高了旅游便利性 事实上,不只是北京,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 多地旅游景区相继取消实名预约 从今年6月11号开始 苏州就对全市A级景区文化场馆预约制度进行调整 除桌正园、狮子林、虎丘等7个重点景区和苏州博物馆本馆之外 全市其他A级景区文化场馆一律取消实名预约 这一调整是对全市景区日均客流量、最大承载量等数据 进行综合研判后做出的决定 像我们两个都60岁以上的 出来的话我们都是到现场来买票 都觉得好像预约就是还是不怎么会操作 我觉得取消预约挺好的 感觉这些预约流程都很繁琐 而且都需要提前预约 还要计算日期很麻烦 如果没有预约上的话 可能整个旅行计划都要改变了 西洋 ech月 感谢观看